买车后悔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买电车的朋友后悔的情况 和买油车的朋友还真不太一样 第一种后悔是后悔买早了 早两年买电车的朋友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因为那回电池它还是比较贵的 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 这离电池原材料涨得非常厉害 不少电车的指导价都跟着往上调过来 你比如说特斯拉Model Y标准续航版 去年年中一度涨到了31万多了 长续航版本涨到了39万多了 结果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几次价格调整又直接 咦一下26万和30万了 好了那本来买电车是为了省钱 结果呢省的是小钱 买的那件事情本身亏了10万块钱 好了再加上车子本身又有折价 这估计是12万13万就没有了 那后悔也是正常可以理解对吧 那其他品牌电车也是一样的 蔚来小鹏吉克比亚迪 今年价格战打得非常火热卷的要死 那些买得早的朋友也只能发发牢骚 感叹一下厂家你这个竟然搞被� 是吧那厂家也不容易 那第二种后悔呢 和第一种是反过来的 后悔买晚了 有些朋友买车就是为了市区通勤 本来开油车市区油耗 可能10个已经算是比较低了 那油价一涨 每个月油费小2000块钱了 结架在外面到处都是堵车 也不太想出门 那么油车跑长途的便利性 是一点都没享受到 那换了电车之后 通勤整本直线下降 如果家里面还有个充电桩的话 那美了 一年一万公里 起码能比油车省个5000块钱 所以拼论区也不容易 不少朋友在想的 买电车最厚厚的事情 就是买晚了 买得越早 省得越多 而且买晚的朋友 有可能反而会羡慕 买得早的那些朋友 虽然车子是贵了点 但是有很多车主权益 只有买得早的第一批的朋友 才能享受得到 你比如说什么整车的 终身质保 终身免费换电 每个月的免费充电额度 其实日常频度使用的还蛮高 还挺实用的 你自己去选这个服务的话 还真的是增进本意要掏钱的 后面的车主买得晚的价格便宜了 有些服务他敲咪咪就不给你了 那第三种后悔情况 就是跟风买电车的 买完发现用起来不合适 所以相当之后悔 有些朋友买电车之前 真的也没做过太多功课 就是听说电车省钱 赶了个潮流 实际提车用起来 发现确实省钱 但对于自己来说 还是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你比如说充电 现在大城市充电问题都不大 但是全国没有那么多大城市 也有一些中型的小型的城市 它充电起来没那么方便的 发现全省充电桩基本都集中在西安 好了 那报道中还讲到过 像是西安省安康市的平立县 只有县政府供电局等地方 才有公共充电桩 但平时呢 不像普通车主开放 那云南新平县有类似的情况 只有电网公司门口是有充电桩的 车主说还不如回家 那个搞个排擦充什么好了 和以前充电兵车一样 而且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商 由于县城它电车本身就少 它就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它就不来 你不来的话 就更不愿意买这个电动车 就很难受 有些朋友家里呢 是没有车位的是不是 也充不了 那用起来也很不方便 车子嘛多不起来 庄嘛也就多不起来 庄嘛不多嘛 车子也多不起来 你看它都绕成这样 还有些朋友呢 现在开着可能不后悔 但是你电车开个五六年 到时候要换个电池了 才够你后悔的 前面省下的油钱全部都吐出来了 现在买车的人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有些厂家不是说的吗 这个电池我是给你保的 有些厂家们说你这个电池 有些特定条件我是不保的 早买的那些人 有没有换过电池的 换一个电池 到底是要多少钱 换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 想看这些很简单啊 点我的头像进主页 搜索关键词 电池两个字 现成的视频 现成就可以看 2000多篇干货呢随便翻啊